哈利路亚 耶稣已经复活了 今天是复活节的时候 在一个很大的消息的时候 耶稣是充满恩典的 因为死亡的权势不能够胜过耶稣 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 似乎好像是输了 但他说成了 然后第三天从死亡复活 是证明他得胜死亡的权势 胜过魔鬼的权势 从此以后我们就有复活的生命 有永恒的生命 还有从神而来各样的恩典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复活的耶稣是起死回生的神 为什么起死回生呢 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心态 有些人觉得很惨 很困难 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神起死回生 我们首先读一读 就是复活节的经文 耶稣复活的经文 马太二十八章二节 忽然地大震道 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捆开坐在上面 黑的样貌 像貌如同闪电 衣服结白而说 看守的人就因得下得 混身乱战 甚至和死人一样 天使对父女说 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是尋找了 钉十字架的耶稣 在主日的时候忽然地大震道 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将石头捆开 并不是耶稣将它捆开 是天使将它捆开 而坟墓已经是空的 耶稣已经出来了 这是一个超自然的方法 好像他来到见门徒的时候 是不需要开门的 耶稣就离开了这个坟墓了 然后天使的样子就好像闪电 因为这种是神的荣光 好像闪电一样 衣服结白而说 看守的人就吓得 混身乱战 他们就很害怕 甚至和死人一样 因为在神的面前 没有一个人是够大力够强壮的 几强壮的罗马兵丁 都即时是立即没了能力 然后天使就对付了 说不用怕 我知道你是找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 然后在第六节 二十八章六节 他不在这里 叫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安放住的地方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 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 是带给全世界的人一个极大的好消息 是我们不再被死亡捆锁 已经完全超越死亡 完全胜过所有一切的权势 一切的拦阻 这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 在耶稣的复活之后 也有无限量各样的恩典致给我们的 我们加上一些其他的证据 就是有很多人曾经去过天堂 大家如果上YouTube去找 如果说英文是非常多的 有很多人死后的经历 在香港也找到 也有人有这个经历 如果你想了解 你可以直接接触我 找耶牧师 网上找耶牧师 YouTube就找到我了 曾经有一个人叫 Colton Burpo Colton Burpo 就是一个小朋友 当他很小的时候 曾经有病的时候 他离世 离世去到天堂 并且他见到他已经死了的姐姐 他姐姐死了 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他去到之后 他就问他妈妈 我是否有个姐姐 原来他在天堂见到 那个姐姐就跟他说话 然后也见到他爷爷 他也没有见过他爷爷 但他能够说出 他爷爷年轻的时候的样子 因为他见到爷爷的时候 爷爷是年轻的 这个也有中文的电影 《真的有天堂》 是已经有一套中文的电影 让我们看得到 这位耶稣是真是一位活着的神 是我们真是信耶稣的人 死后是上天堂的 我认识了一位王全道 他很多时候祈祷他会上天堂 他真的用了很长时间 很长的时间 每天三个小时等候神 他起初等候神的时候 经历的是他重担释放 然后后来他慢慢变成了 他整个人 耶稣有一天来 他说你已经等候神很久 我现在带你去天堂 带他去天堂的地方 看见到天堂不同的情景 我在YouTube上也有王全道的影片 让我们看到原来真的不是有些人 死了才去天堂 这一幅照片下面有两个家庭 其实有三个家庭见证他真的去天堂 如何见证呢 其中有一个就是他 因为王全道的妈妈也是全道人 他妈妈在教会里有一对夫妇 是帮他侍奉的 而丈夫死了 丈夫先死了 王全道去天堂见到这个丈夫 见到这个丈夫的时候 他说你记得叫我太太多些祈祷 和多些侍奉神 然后又跟王全道说 他说你不要误会你妈妈 你妈妈其实跟我们说很多好东西 因为王全道从小到大 他妈妈是没有什么肯定他的 他经常觉得他妈妈不接纳他 但是在这一次的经历 他上到天堂 这个人告诉他 其实你妈妈跟我们夫妇说话的时候 是很多时候说到你 而觉得是一个荣幸 因为他读到大学 但是他妈妈从来没有赞过他的 于是王全道回到地上的时候 他就问这个在教会侍奉的人的太太 那太太就问他 是否真的我妈妈 你时时跟你说关于我的 就是 欢喜我的情况 因为我而欢喜的 那他太太说 是的 他真的跟我们这样说 即是说他真的见到王全道 真的在天上见到 这个死了的丈夫 并且他又问他自己妈妈 妈妈也是这样说的 另外有一个人 他是没有摄录的 因为这个保护过人的缘故 我是有摄录的 但是有影片 但是没有看到那人的样子 那我影片是说什么呢 这个人 他死了 也是 又是见到王全道 就告诉王全道 你告诉我家人 我很开心 你不用担心我 我现在很开心 然后他就叫他 告诉他的女儿 你告诉我的女儿 你我很满意你的婚姻 那王全道就告诉他 你爸爸说 你很满意你的婚姻 那女儿就说 你一定会见到他 因为这句话 他曾经跟我说过 所以只有我们家人才知道 但是你不是家人 你知道一定是你见过他 即是在天堂见过他 另外就是他自己的亲属 耶稣跟他说 你要为你的祖先认罪 因为你的祖先流人血的罪 他就为这件事来悔改认罪 代替他的祖先 然后回来问他妈 我祖先哪一个是杀人的 他就告诉你 你的太爷 以前日本人来的时候 是汉奸 并且日本人给了他一支枪 他有时晚上走出去 就会不知道做什么 有时杀了多少人都不知道 原来他的太爷是汉奸 而他又不知道这件事 但是上到天上的时候 耶稣告诉他 所以这个人的经历告诉我们 死了并不是结束 天堂是真的有的 是真的有复活的 真是我们上去天堂 是见到耶稣 见到天堂所有一切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真的信靠这位 创造天地万民的耶稣 神的儿女将来都会复活的 这位是乔宏 他已经离世了 其实乔宏离世之前 曾经有试过三次离世 也有超自然的经历 后来他真的离世 到将来天堂的时候 他就不再是老的 而是年轻的 这就是给我们看到 原来我们将来有一天 去到天上都会是年轻的 都会健康的 也将来永远享受神的爱 所以耶稣的復活 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好消息的 好了 但是在这个疫情之中 我们现在来说 真的觉得有很多问题 我刚刚弄这张照片 是昨天弄的 就是4月11日 是有1700万人 是确诊冠状肺炎的 我今早看新闻 又多了7千 不是 多了7万 对不起 7万 是170万人 是确诊了肺炎的 包括那些痊癌 或者死亡的 总之凡是确诊的数目 而这个数目 大家看到这个图表 是向上的 一直向上去的 就是给我们看到 这个数目一直加增的 因为有很多国家 他们不能够实行一些措施 以至肺炎的扩展是很严重 所以很多人就受影响了 这几样东西受影响了 经济困难 前景困难 还有活动受阻了 就是去哪里又受阻了 还有民心的遥动 很多人就担心 还有学业事业都受影响 这个世界是会受影响的 现在这个疫情就算是很强烈的控制一切 都不是会在短期之内可以处理到的 所以都会带来全球的经济的影响 和各方面的影响 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在神面前站得稳 而我觉得这是世界末日的一个警号中 这个不是好像以前有的灾难 是短暂的 这个灾难似乎是比较长的时间 是告诉我们世界末日快到 我希望弟兄姐妹真是知道 我们是活在末期的 我们不再在一个 就是好像耶稣回来很久 我觉得这是一个警钟 耶稣回来很快的时间 在这个时候 我们很需要耶稣復活的信息和能力 去帮助我们的 好了 我们说到其中一件事 主的復活叫我们起死回生 耶稣的復活是赐给我们一个大能的 首先復活所书二章五节 我们一起读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因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在在天上 首先我想说说 这个在希腊文是过去识的 就是当我们死在过犯是什么时候呢 是当我们未信耶稣的时候 然后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神就叫我们与他一同活过来 这个不是说将来在天堂 是说我们信主那一刻 当我们仍然在最终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耶稣叫我们活过来 有这个新的生命 在希腊文 他特意用了这个字 加上去 这个字本来没有 他自己作了一个字 加上一个 叫做prefix 就是一个字之前 有一个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意思是一起这样解释 就是现在我们synthesis 那个字的syn 在希腊文是sun的sun 就是跟耶稣一同活过来 有新的生命 然后跟他一同复活 有一个新的生命生出来 然后一起坐在天上 那怎么一起坐在天上 当我们死去过犯是 信主马上坐在天上 意思就是我们现在 已经跟耶稣在天上 已经有这个身份 我们已经跟耶稣 有这种坐在天上 得性的身份 得性的权柄 这个权柄是每个基督徒都有的 我们是有属天的权柄 我希望大家在困难的时候 不要觉得我们现在很惨 很没有盼望 我们是深信 在这个困难之中 在这个疫情之中 我们是一个天上的权柄 我们是天上的子民 是有天上的权柄 圣经说到耶稣说 当我们奉主命 求什么的时候 是会给我们成就 我们有信心给我们成就 我们是有这个权柄的 希望我们大家深信 我们有这个权柄 并且可以行使这个权柄 为什么我们可以为人祈祷 病得医治 可以赶鬼真是邪灵出来 就是因为有这个权柄 可以为人祈祷 他经历到神的工作 生命改变 所以我希望大家 深信耶稣复活 带给我们一起活过来 一起有这个属天的生命 一起和耶稣一起 在属灵里面坐在天上 接着下一个经文 以福所书一章十九节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欠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率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 有能的主治的 或一切有名的 不但今世的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这里说到 神向我们信耶稣的人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有多大的能力 是什么能力呢 就是照他在基督耶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就是神这个能力超越死亡 这个是人不能超越的 当人死亡的时候 是没有人能够叫他回生 但是神能够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而这个大能是应用在我们身上的 就是我们都有耶稣这个复活的大能 我们有叫耶稣复活的大能 临到我们身上 这个大能是如何呢 就是叫耶稣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所有的能力 一切的执政掌权有能的 主治的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年来世的也都超过你 就是说原来这个大能 叫耶稣圣活一切都赐给我们 我们都有这个无限的能力 有些人说我没有 我都没有经历到 你所说的权兵能力 很多人没有经历到 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他跟神关系不深 还有很多埋怨 就是说 神都不帮我的 很惨啊 我很凄凉啊 他担心懼怕 他没有信靠神 没有亲近神 自然就没有这个能力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他没有信心去行使这个权兵 就是圣经说了这个权兵 信的人必有神迹 除了他们就是奉我命 赶鬼 还有审问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还有圣灵各样的恩赐 都是赐给信的人 但是有很多人就觉得 今天没有了 以前有今天没有 但是圣经告诉他们 今天也有的 保罗在高林德词十二章 讲到各样属灵的恩赐的时候 他并没有说将来你们没有 他并没有说将来你的恩赐 你快用啊将来没有 他并没有这么说 而是说到我们真的 仍然有这个属灵的恩赐 并且在马可呼音呢 那里是有讲到 就是说呢 你往普天下全呼音给万民听 全呼音去全世界 信言受洗必然得救 信的人必有神迹除弱 他们就奉我命赶鬼 审问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就讲到这个权兵 是什么时候 一直全呼音到万邦的时候都有的 但是有些人就说 这个经文在有些古卷没有 但是呢 其实你上网找 在这个古卷没有的古卷 之前也有其他古卷 已经有的 并且有一些教父 那些教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前的宗教的领袖 已经有 选用这段经文 让我们知道这段经文 在圣经原文有的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我们深信 圣经所说的是耶稣所说的 亦都是耶稣容许这个经文 在今天的圣经 是因为耶稣掌权 它是让这个经文停留在这里 所以我们有信心 耶稣真是赐给我们的权兵 在福音传遍的时候 是有信的人 必有能力 随着他们的 圣灵要降临 你身上就必得了能力 一直游路撒冷 主要地极作耶稣的见证 所以希望大家深信 我们有这个大能 耶稣復活的大能 以法所书四章八节 所以经常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老略你仇敌 将各人的恩赐赏给人 这就是说到信耶稣的人 因为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 他就老略仇敌 他就将各人的恩赐赐给我们 就是说他復活升天 他就有一切的恩赐能力 他能够将这些恩赐赐给我们 有很多基督徒很渴慕的恩赐 他说我没有什么恩赐 但其实我们应该渴慕的是神 因为神就有恩赐 当我们听话 我们亲近神 信靠神 处理生命 时事遵容神 自然神就将恩赐赐给爱他的人 有很多人他们没有恩赐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根本跟神关系有问题 他们的生命有很多的阻碍 所以他们不能够发挥这些恩赐 但当我们真的爱神的时候 神会一步一步将恩赐赐给我们 当然当人有这个恩赐 他需要去操练和去混用 他才能够在这个恩赐上发挥 就是说我们以上三处经文说到 信耶稣有这个位分 我们跟耶稣一起坐在天上 还有第二个经文说到 我们有这个无限的能力 第三个经文说到 我们有各样的恩赐神会赐给我们 我们将来会复活和被提 在世界每日的时候 主耶稣就会叫死人起死回生 即是复活和被提到他那里 但我们需要正确明白 复活和被提是怎么发生 和什么时候发生 因为很可惜有很多人 他们是没有用圣经的研究 就产生了很多信念 就以为在灾难前或灾难中 基督徒已经被提 因为有些人说 启示录的灾难不是给基督徒的 所以他们是可以被提 但这只是一个人的想法 圣经没有说到这样 因为回应他们的提问 是比较详细复杂的 大家都可以问我 可以上网问我 可以回答 但我今次主要是由圣经的几处经文 给大家看到 圣经是告诉我们 被提的时间是耶稣回来的时候 并不是逃避大灾难的时候 并且这段经文的研究 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 其中有一些我已经一早研究过 但在前几天很奇妙 我又很累 我一直在黑眼睡 一直在问神 神还有什么关于你的经文 那时候神给了我一个意念 我今天就会加上去 给我们的意念就是 给我们知道 被提的时间耶稣回来 是非常肯定的 我们大家看看 第一个经文 《哥林多前说15章52节》 《就在一撒士雜眼之间》 《浩童没次吹响的时候》 《因浩童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那为的》 《我们也要改变》 这个经文说什么呢 就是一个忽然一下子 忽然一下子 《浩童没次吹响的时候》 这个《浩童没次吹响的时候》 就会让我们知道这个时间 就是《浩童没次吹响的时候》 有什么发生呢 死人要复活成为不老坏 不老坏 就是后面的经文 我没有写出来 就是说到 胜过死亡的权势 那段经文也说到 死亡你得性的权势在哪里 你得性的毒勾在哪里 得性的毒勾在哪里 得性的毒勾就是我们的罪 罪的权势在律法里 但是靠着耶稣已经得性了 这里是说到 成为不老坏 就是说有一个永恒的生命 然后我们会改变成为不老坏 所以这里是说到 基督徒 死了的基督徒 是会复活成为一个不坏的身体 不会毁坏的身体 是一个荣耀的身体 然后我们也要改变 我前几天祈祷有这个意念 我们包括哪个呢 包括保罗 因为耶稣说没有人知道何时回来 没有人知道他何时回来 包括保罗 保罗也不知道 保罗因为活着 他想着耶稣回来 我还是活着 他不知道耶稣到底何时回来 所以他说死人就要复活了 所有信靠神的人 他们要复活了 成为不老坏 我们包括保罗 我们都会改变的 那夏文有解到 改变就变为不老坏和不死 那就是什么呢 保罗在等着这一天 他会改变形象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保罗都在这一天 将来这一天 毫同抹刺出行的时候 他是会改变形象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就是在之前 这个毫同抹刺出行之前 没有另一次机会 保罗会改变形象 只是要等到毫同抹刺出行 这一点我希望大家明白 就是说 下面有写到的 现在到将来毫同抹刺出行 那里战族很短 不过时间很长 不过不知道多长 因为现在可能很短 也未定 在之前 会有全体基督徒的复活和改变形象 直到什么时候呢 全体基督徒到毫同抹刺出行 才会复活和改变 这一点有经文很清楚 因为他说到时 死人就复活 那我们都要改变了 不久来说 他以为他会活着 我们就会一起改变 那即是说什么呢 在之前 没有人会 这个全体的复活 基督徒全体的复活 是不会发生的 直到毫同抹刺出行 还有下面那里 有全体的基督徒复活的时候 和改变形象 就是毫同抹刺出行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稍后我们识经也继续用这一点 我再尝试用另一个方法来说 就是保罗说到那天 我便会变为 不会扭坏我便会变为荣耀的身体 到那天 所以到那天才会发生 之前不会发生 很简单 到那天我就会改变 所以之前又不会发生 这一点就是去到毫同抹刺出行 才会有全体基督徒的复活 和见迷不扭坏 好了 接着我就把肥诺比书3章20节放在一起 加多一个经文 那里说什么呢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他要爱着那能 叫万有归伏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正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的 自己荣誉的身体相似 这里说到就是 我们等候救主 就是耶稣基督从天降临 等候耶稣回来 那耶稣回来会做什么呢 他就会按着那能 叫万有归伏自己的大能 就是说他这个能力 叫全世界什么都归伏在神的大能之下 所有万有都归伏在他自己的能力 就将我们这个悲伏的身体改变形状 将我们这个悲伏会扭壞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这里又说到改变 这里并且改变 他就说是好似耶稣荣耀的身体 到底这个和高龙德前书15章52到54节 其实到54节 是不是同样的时间发生呢 我们看上面 高龙德前书15章52到54节 那里讲到就是 我们会变为不那坏 变为不死 死的权势再没有了 死被得性吞灭了 那就是说再没有死亡 变成不会坏 不会坏就是荣耀的身体 就像耶稣的身体 所以跟着弗洛比书3章20节 这里所说的改变形状 好像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 即是以上所说的变为不那坏 即是说是同样的时间发生 希望大家用心去研经 有些人没有心机读书 圣经就更加没有心机读 但我自己很深信 圣经是神的说话 很有权柄 我看的经文 我会留心去看 我感谢主在我读神学的时候 我们神学院的老师 我们当时读全部用原文的 希腊文和希伯来文 他就拿了希腊文的圣经 全部不准用希腊文对英文的圣经 全部要用原文圣经 每个人拿一本圣经出来 然后他就逐个字逐个字解 逐个字拆解 很留心每一个字 我就从那里学习到这种 言经的方式 很留心每一个字 所以我们留心到什么 我们 这个字原来是一个窍门 保罗都说到时我就会改变了 即是说之前不会改变 到那天才会改变 然后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 就是说到那天便会变成荣耀的身体 并且那天他指明什么日子 就是耶稣从天降临 这两处经文指出什么时间发生呢 就是第一就是 毫童没次出响 毫童没次出响的时候 第二个经文是耶稣回来降临 即是说毫童没次出响 就等于耶稣降临的时间 耶稣降临就有毫童没次出响了 这就是为什么发生的事一样 就是基督徒会变成荣耀的 尤智教师的经文 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 那里就说其中一点很重要 保罗说我们都要改变 即是之前不会改变 等到毫童没次出响才改变 即是说之前再没有一次 基督徒会复活和改变的 只是那一次 所以弗洛比书三章二十节 那一次也是同一次 大家拿不到意思 我再解释一下 让大家清楚 保罗说到时 这个毫童没次出响 死人要复活 变成不难为 我们都要改变 即是未到时候就不会改变 到时候就会改变和复活 所以下面的经文 《弗洛比书三章二十节》 有一节所说 身体会变为好像耶稣那样荣耀 都是改变 成为不难坏 所以是同一件事 同一件事发生的时候 即是等于 如果你计代数 上面是等于下面 所以毫童没次出响的时候 就是耶稣降临的时候 下面我写了一些结论 第一就是毫童没次出响的时候 先会有全体基督徒的复活 和改变形象 是到时才有 之前没有的 接着 改变成不难坏 也是改变形状 和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 是相等于的 由没至浩童 就等于耶稣从天降临的时候 接着我们又加上第三段经文 我们用四段经文来证明 证明耶稣何时回来 《贴勒尼加前书4-16》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徒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魂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这里讲到什么发生呢 主亲自从天降临 从天降临 然后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然后又有神的号吹响 我想讲讲 这三处经文讲到号 这三处经文 第一是《贴勒尼多前书》 十五章五月二节 末字号筒 在希腊文是Salpiks 那个字就是Trumpet 喇叭或者号筒 同样 《贴勒尼多前书》四章十六节 这里也是同一个希腊文的字 然后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也是同一个字 又是号筒没次吹响 又是说到神的号吹响 这里说到神的号吹响 就是同一个字 都是用Trumpet 或者是号筒 在基督里面死的人 就先复活了 又同样的事发生 就是复活了 信耶稣的人复活了 之前我们讲到 所讲的复活的是基督徒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变为不撩坏 非基督徒不会变为不撩坏 非基督徒变成了身体 是撩坏 他在地狱里面 身体是腐烂的 但是信耶稣的人复活之后 身体不撩坏 所以这个不撩坏 是基督徒的 好了 这里讲到基督徒 死了基督徒会复活 然后我们自己活着 这里又用过我们 又一次用过我们 保罗又包了他自己在内 我等到那时候 和那些活着 还存留的人 一起被提到 魂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保罗他不知道耶稣何时回来 他就当自己 我现在活着 耶稣回来我也活着 这样的想法 所以以后我们 这个十七节是非常重要的 又是有个我们出现的 我们活着的人 到时和他一起被提到魂里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保罗在之前 不会见到死人复活 以及不会见到基督徒被提 直到那时候 因为到时才会被提 就好像这些先 刚才不过前章十五章所说的 到时 浩同活着出向 我们就死人复活 接着我们就会改变形象 而这里就讲到 在这个神的浩出向的时候 耶稣从天降临 死人就复活 接着我们就会和他一起被提到魂里 即是包括保罗在内 保罗在等这个日子 将来到这个日子 我就会被提 不会再先过这个日子 即是不会再先过这个日子 是会被提 或者是有复活的 是这个日子 同一个日子 这一点我希望大家明白 就是正如《哥林哲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 我们到时会改变 所以是到那时 那时才改变 所以在之前是没有一次的改变 没有一次的复活 没有一次的集体 全体的基督徒的复活 然后这里《贴纱人家》前书四章十六节 也是说到那时我们就会一起被提 那时人们就复活 所以之前没有一次被提 所以将这个时间辨论了一点 就是基督徒的复活和神的号 所以这两个经文是同一个经文 同一个时间 为什么呢 是有基督徒被复活 还有有神的号出响 虽然这里没有说到神的号和末次出响 但是又是说到神的号和末次出响 然后又说到被提 被提的时候 根据《弗洛比书》三章二十节 我们先看这个经文 被提 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 会改变为荣耀的身体 先读那个经文 耶稣从天降临的时候 我们就会改变形象 好像他荣耀的身体 所以当我们被提到耶稣那里 看到他的时候 一定有荣耀的身体 一定有改变 所以在《贴索尼加前书》四章那里 说到什么呢 有耶稣回来 就像《弗洛比书》那里说的 耶稣回来 有神的号出响 死人要复活 因为我先说过 死人复活 是到了保罗复活的时候 才有复活 之前没有全体基督徒复活 所以是同一事件 有同样耶稣降临 有神的号出响 有复活 和改变形状 所以我们看到三段经文 是完全同一时间发生的 如果你去研究 你说不是的 我欢迎你在网上跟我回应 因为我们是找圣经 很兴奋 我还说给很多学生听 但后来我去到圣经大学 有一个希列文教授 有一次 我们有一次有一个末日的讲座 有不同的教授说话 然后有一个希列文的老师 站在身上 他说 一句说话打动我的心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研究希列文圣经 这么久 我没有找到经文支持灾前避体 我看到的是耶稣回来的时候避体 我听到是非常惊讶 哇 我读了这么久 原来圣经没有讲 于是我回去真的用希列文去看 整本身的圣经一直找到 最后 在这个礼拜 之前我已经找到很多结论 但这个礼拜 找到结论更加清晰 就是看得到原来 是真的很清晰 说到耶稣回来的时候 才是被提的 才是有复活和被提的 那时候我们就会永远和主在一起 我们看一看下面的字 第一点就是 末至昊彤 先有全体基督徒復活和改变形状 这是我们上面的经文所说的 在高林多前书15章 和菲律比书3章20节 就是说到耶稣回来的时候 然后前书4章说到基督徒復活 他们被提与主永远同在 所以必定会改变 他们被提一定会改变 所以这两个经文是同一时间 所以这个末次昊彤的时候 也是主降临和被提的时间 就是说 《贴撒罗里加前书》所说的 和其他几处经文所说的 是一样的 都是在耶稣回来的时候 死的基督徒要复活 活着的基督徒会改变形状 然后被提 全部是同一时间的 好了 接着我们将一个图列出来 这个图有菲律比书3章20节 就是说主同天降临 接着他将基督徒的身体变为 和他的荣耀身体相似 接着高林多前书15章52节 《贴撒罗》就是说圣经没有 我是由经文推断达到的结论 就是说主从天降临 我待会再解释过 就说到有号同活似吹响 这个高林多前书15章 然后死人要复活成为不纳围 然后活着的基督徒和复活的基督徒 就变为不纳围 然后《贴撒罗》前书4章15节到17节 就是说主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天使长的声音 由神的号吹响 由基督徒復活 变为不纳围 那里圣经没有说的 是我由圣经推断说出来的 由活着和復活的基督徒 一起被提与主相遇 永远和主同在 因为之前我们说过 保罗所说 我们都是等候这个时候改变 死人要复活 我们都要改变 所以保罗不会在那时候 在护士号同之前 会复活改变 他不会的 只是到护士号同 护士吹响 所以我们看到 在高林多前书15章那里讲到 这里讲到护士号同 护士吹响 由死人复活 活着的基督徒 变为不纳围 所以和弗洛比书所说的是一样的 基督徒变为永远的身体 这里变为不纳围 是一样的 所以弗洛比书3章20节所说的 主同天降林 亦都在临前15章5日 也就是说耶稣回来的时候 然后贴纳尼加前书 是清楚讲到主同天降林 又讲到神的号 不过没有讲护士 但是因为我们说到保罗时 先有基督徒復活和改变 所以当这里有同样的基督徒復活 和被提一定会改变 所以一定会变为不纳围 即使我们说 将这个经文联系 所以基督徒到时会变为不纳围 所以这个号筒也是末次的号筒 大家如果不明白 你再看看 然后你也可以跟我联络 接着还有第四处经文 就是马太24章 将这四个经文联系在一起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即是大灾难过去 耶稣说以前没有笑 大灾难以后都没有 这个灾难一过去 日头就变黑了 月亮又不放光 众星要同天上聚落 天世都要震动 三十节 那时人子的少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 架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 将他的鼠民从四方 从天者边到天哪边都招聚了来 然后三十七节 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朝常吃喝嫁取 直到狼亚尽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 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那时两个人在田里 取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推磨 取一个撇下一个 好了 这里的经文是很清楚 因为 讲到大灾难 讲到耶稣降临 万族都要哀哭 那些已经用红色的字了 灾难一过去 大灾难过去 因为之前讲到灾难之前没有 之后也没有 然后人子的笑头显然 即是看到人子要出现了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即全世界看到不是一个秘密的避题 因为灾前避题的人说是一个秘密的避题 有很多电影都说的 忽然间那些人就会 驾驾车 忽然间司机是基督徒 忽然间不见了 因为教堂有很多人不见了 只剩下有几个 不是真信耶稣的那些人留在那里 如果有飞机师是基督徒 也会有飞机撞山 因为他再没有司机了 这是秘密的 但这个经文讲不是秘密的 是全世界都看到的 万族都要哀哭 全部人都看到了 然后人子耶稣 有能力有大荣 要驾驾天神的魂降临 是降临下来的 他要参见使者用号筒 这也是号筒 这也是sal piques trumpet 这个号筒 将他的选文 有些人说这个选文只是犹太人 不过圣经有不同的地方 哥罗西书 保罗清的人是选文 我们既是神的选文 圣结蒙外的人是选文 基督徒 外邦基督徒都是选文 从四方从天这边都招聚了来 招聚包括什么呢 所有活着的基督徒 从以上的经文 我们讲到 死人復活才应该 基督徒復活 然后活着的基督徒 一起改变形象 所以招聚那些基督徒 应该包括死人復活 这里没有说 不过应该包括 就是说那些死了基督徒 一起復活 然后活着的基督徒 一起改变形象 就是将他们招聚了 用这个号筒招聚 然后三十七节 就讲到好像 罗亚日子那样 那些人就以为 没有事了 没有干了 撒开架取了 怎么知道 忽然间洪水来 将他们冲去 就是一个审判 就是说 在耶稣回来的时候 是一个审判 万族都要哀哭 还有好像洪水来冲走他们 就是说他们要受惩罚 不是一个秘密的仇 是万族都要哀哭的仇 将他们全部冲去 然后在这个时候 两个人就取了一个 撇下一个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被拣损 这个就被召了 那个号筒将它召了去 剩下一个 丢了一个 这个很多人都认为 这个就是被提 好了 我们看看里面的时间是怎么样 首先是大灾难之后 是大灾难之后 是大灾难之后 然后全世界都看到 所以是世界末日 是最后的末日 并不是灾难前 是世界末日 是大灾难之后 然后耶稣降临 全世界都看到 然后有号筒 首先有一点很重要 在《高林多前书十章》 说到 号筒末次吹响 号筒末次吹响 那里说到 就是死人要复活 死人要复活的时间是什么呢 是仍然在这个世上的 因为如果去到将来的新天新地 死了基督徒已经复活了 所以《高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说 是他们在过程复活 所以是由今世转做来生 今世转做来生的时候 他们复活 所以说这个号筒末次吹响是今世最后的时刻 他们要复活 所以这里说到 这个号筒是耶稣回来的 耶稣回来到这个世界最后的时刻 万族都要哀哭 还有那些人要被水冲去 而下面的经文我们没有写出来 就是说到 恶博被审判 然后善博被赏赐 然后《马太》二五章 其实在《原文圣经》里 没有分开一章一章 是连贯的 就说到十童女 五个蠢的就没有预备好 然后五个聪明的预备好 然后按财干受审判 就是有五千、二千、一千两的银子 五千、二千两的忠心博人 就得到赏赐 然后就是绵羊山羊 有造在主的大英身像 就得赏赐 然后那些没有造在主的大英身像 就会进入为魔鬼和使者预备的永刑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全世界审判的时候 是门后最后的时刻 所以这个号筒一定是抹次号筒 这一点如果大家有不明白 你可以找我的 很明显这是世界最后一刻 所以一定是毫童末次出现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会拿走一个 剩下一个 好了我们将这几个经文联系在一起 我们看右边那栋 《马太二十四章》有大灾难 主的兆头在天上 万族都哭了 主教云降临 然后毫童招聚的选民 然后呢 《荷湖》那里 《基督徒变为不那为》那里 我加上去的 是根据经文来解释 然后好像浪雅的时候 人们被水冲去被惩罚 那时只剩下一个 然后善服赏赏赐 恶服处罚 好了 那这里我们看到和前面经文有什么相连呢 首先有主教云降临 是相连的 所以我整个等号在这里 然后呢 《荷童》也有个《荷童》 所以这个《荷童》又是末次 因为为什么已经是世界最后一刻 因为在《荷林多》前书15章那里就说 在《荷童末次出现》那些死人要复活 所以那时候不是进入了新天生地 仍然在今世最后一刻 那时候那些死人会复活 所以那是末次浩童 这个差不多《荷童》24章也说到 耶稣回来 所以一定是浩童 末次吹响的时候 然后呢 拿一个 那个被召了 被召 带到耶稣到自然会改变形象 所以这里我就加多《基督徒变为不拦坏》 所以是相等于的 就是三个经文 都是有 首先《荷林多》前书是说到死人 復活变为不拦坏 然后《荷童》前书也说到 《基督徒被提》 所以是不拦坏 然后跟着《马太》那里 是那些选民被召 所以他们都会变为不拦坏 所以是等于的 然后拿一个剩下一个 这个是等于被提 那就是原来三段经文是说同一个时间 所以被提是什么时候呢 是耶稣回来接基督徒的时候 并不是之前 是没有《圣经》所说的 是一个完全作出来的说话 但很多人相信 网上是多到不得了 那有什么后果呢 很多人就以为 哇 有疫情 就来 就被提了 那我们就 现在做好准备 那就等被提 快点被提 那就 免一切灾难 免一切责任 什么都被提 就是很多基督徒都以为 那就大解脱了 但耶稣是说 基督徒要被迫 那有些人觉得很惨 在这个时候 就是基督徒荣耀神的时候 也测试出哪些是真信和假信 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得到额外的帮助 因为耶稣说 到时圣灵会指教你当时的话 神也都会有神 他会圣灵指教 就是说 神的能力和我们一起 神会给我们的能力 在这个时候 有能力 有神迹其事 去供应我们 帮助我们 因为圣经讲到 信我的人 我所做的事都要做 并且要做更大的事 所以到时 我们都会做更大的事 就是在末后的日子 我们更加需要五饼二鱼 神可以叫我们得到胃饱 神可以叫我们逃脱患难 可能走在水面上 移山 可以将山移在敌人的前面 让我们可以走到 这些都是神可以用的方法 我不知道神用什么方法 不过 我们相信神的保守 我们就说我们荣耀神 神喜悦 我们将来会得到神的喜悦 和大的赏赐 是即时神的喜悦 神的帮助 如果在受碧巴最痛苦的时候 我说神啊 我已经荣耀你了 你接我的灵魂 神也可以用他的超自然方法 去接我们的灵魂 神也可以叫我们 好像彼得 将他带出监狱也可以 神可以做任何的事 所以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在末后的日子 能够荣耀神 而今次的疫情这么严重 是让我们看到 有可能 我们可以进入一个 末后灾难的时期 很多基督徒以为还有很久 其实未必是很久 主耶稣的经文 主耶稣如何叫我们 起死回生 我们看看那些字 地上如何困难 神同在祝福我们 即使地上如何困难 其实现在这个疫情 因为全世界很严重 一千七百七十七万 是有很多很多人 有这个病 也是很难去停止的 我们求主帮助 求主联敏 希望这个不是真的 最后的灾难之一 但是我们也有个心理准备 就是有多困难 神和我们一起 我们有神的力量 所以我希望基督徒 不要只看着疫情就很害怕 而是靠着耶稣得胜 今天所说的 就是有属天的生命和权兵 我们已经从耶稣一起活过 一起复活 一起坐在天上 有复活的大能 神给我们复活的大能 也有神给我们恩赐 还有我们会复活和改变形象 被提到神面前和他在一起 所以神会陪伴我们 是神在末后日子 将很多的恩赐礼物赐给我们 那时候我们基督徒在末后日子 应该做什么呢 就是更多去拯救人和建立人 这样做的时候 神是很喜欢的 首先一定是从神的爱得力 亲近神 就算受迫伯的时候 我们做惯了亲近耶稣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耶稣在爱我 我们可以即时经历神的平安和能力 我希望大家时时有这个习惯 学习如何用心灵诚实爱神 就可以随时经历神的同在 如果你在这方面有需要 你可以接触我们 我们可以很乐意帮助我们 如何从神得力 如何亲近神来得力 然后我们脱离恐慌区 一路成长 恐慌区 很多人又抢购 有什么抢购 有什么困难 就立刻很害怕 这就是恐慌区 学习区的 我相信圣经所说的是真的 圣经教我们怎么做 我开始去预备自己 求神带领我如何行动 然后最后成长区 就是我放下自己 我愿意给神使用 我愿意靠着耶稣得胜 我愿意靠着耶稣向前走 这样的时候 我就能够得胜有余了 我希望大家脱离恐慌区 有很多人经常传说 快点处粮吧 你处的粮食够多久 你处到水可以放多久 圣经说到末后的日子的时候 水都会变血 你处的水能够有多久 所以我们不是用人的方法 而是用神的方法 我不是反对储粮 但不要想储粮会解决 一定是从神而来的 末后日子的精兵是如何 同神有亲密关 亲密关是有能力 在主里面有丰盛的生命 结出圣灵的果子 有平安喜乐 人爱和平 然后有心去建立人的灵命 帮人的灵命 敏感和信服神的指引 因为圣灵会教我们当说的话 也会带领我们在末后日子 如何做法 还有见证主和受苦的心 因为末后日子的圣经说到 有很多人跌倒 并且被此陷害 被此攻击 这个日子将来会有来到反教的事 将来很多基督徒很震撼 也因为灾前被提的观念 有很多基督徒说 圣经说灾前被提也没有被提 但这不是圣经说的 是人说的 不是圣经说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将这个影片传开 让人们知道 圣经我们知道是耶稣回来的时候被提 并不是灾难前被提 圣经是没有说到这件事的 所以我们有这个心 帮很多软弱的人 我们现在周围见到的人都帮他们 好了 去到灾难中的精兵是如何呢 一样是与主有亲密的关系 从这个关系得力 第二是聆听圣灵指教我们 说什么和做什么行动 圣灵会带领我们去说什么 做什么行动 还有相信神的神迹性的供应和保护 祂可以赐给我们五饼二鱼 可以赐给我们活水 从盆石出水 从没有水的水喉出水 神可以用各样的方法供应和保护我们 我们可以离开监狱 神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还有很重要的基督徒要受训练 不能够接受受孕和拜仇 因为圣经说的 凡是名字没有在身边刹上都要拜祂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拜这个仇 不要想拜完后后悔 在圣经讲是没有机会的 圣经讲是说到凡是名字没有在身边刹上都要拜祂 即是拜祂的就是名字没有在身边刹上 是没有机会回头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拜这个仇 还有没有受受印记 现在已经有些国家很多放在微型晶片 这个微型晶片很方便的 开车也可以 它的车可以开车 开门 银行户口 护照 全部在里面 信用卡 暂时来说不是敌基督的印记 不过将来敌基督很容易用 怎样呢 到时 现在很多国家 很多人已经用着微型晶片 他用着微型晶片的时候 敌基督掌管世界的时候 他怎样说呢 我们现在全系统 全部是一定要拜敌基督 你知道系统才运作 那些人已经习惯了 他自动转 他都不等他批准 即时将它转 所以到时是很危险 所以如果有一天 是有这些微型晶片 叫一些人 你用了就会很方便的 我们绝对拒绝用 当然有些人 譬如有些病人 他用了晶片 就将他的病力放在里面 这个我不反对 但如果普通情况 是绝对不需要的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是拒绝 而且真的到处拜仇人 我们一定要拒绝 就算死 如何折磨 我们都要拒绝 因为一个人 受苦不需要很多 就会死 我们要求耶稣接我的灵魂 我们可以很短时间 神接我的灵魂 所以不要因为痛苦而拜这个仇 有这个受苦和殉道的心 其实现在有些人都说 我们有这个殉道的心 神下面的肚 主会陪陪我们给力量 还有我们可以有圣灵的能力 传福音和建立人的灵命 还有神就喜欢 希望大家都有这个从神而的能力 神就叫我们起死回生 这个起死回生 不是说 有些人就说快点快点 疫情快点没了 下个星期没了 下个月没了 未必会 但我也希望他快点没了 让我们还有机会去传福音 让我们还可以去列国训练人 灵命更新 预备耶稣回来 今次真的告诉别人 就快耶稣回来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说这句说话 就快回来 起死回生 我们知道耶稣回来 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力量 有属灵的能力 不惧怕 不被人影响 不被环境影响 有信心 坚定 而不是说要环境好 我们才开心 有些人就说 环境好我就开心 我们在环境困难 依然开心 从神得力 从耶华得力 因耶华而有的喜乐 这个就是我们的力量 也是神所喜悦的 以耶华为乐的 神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词给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亦都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 得着这个神的起死回生的能力 是跟着他一起 满有神的能力 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唱一首诗歌 主我高举你的名 因为耶稣从天上降世间 然后救我们 他升到高处 他是从死里复活的 他从死里复活的 喂喂喂 这个开心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主耶稣多谢你 我们一起去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多谢耶稣 因为神给我们复活的大能 神给我们复活的大能 神给我们的同在 神的能力 神的恩质 神的权柄 一切都给我们 我们什么都不用怕 我们可以起死回生 不只是当困难没有了 而是在困难之中得灵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我真的觉得 我们是末后最后一个阶段的人 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荣耀神 可以给神使用 给神祝福 大大的祝福 有很多很需要的人 就算基督徒有很多很软弱 很多基督徒一想到灾难就怕 不用灾难了 被家人笑一下 被朋友笑一下 就已经不敢祈祷了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以耶稣为耻 主我高举你的名 主我高举你的名 天主 sobre全部的话 天主 candidates 可不是吧 海之中想GA 尘血 consumer 看到我 大油 太阳 大油 Squee 大油 从十家道分益 从分益成活益 主我告据祢的命 主我告据祢的命 主我心我尊重祢 我甚因为祢爱我 我甚因为祢救赎我 祢从天生降世间指引我路 在世间被定十家我最特殊 祢从十度分益 从分益成活益 主我告据祢的命 祢从天生降世间指引我路 在世间被定十家我最特殊 从十家道分益 从分益成活益 主我告据祢的命 祢从天生降世间指引我路 在世间被定十家我最特殊 从十家道分益 从分益成活益 之前无关采祢的命 主我告据祢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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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升上高天坐在神的右边掌权 主耶稣帮助我们 全心爱你将生命献上给耶稣 耶稣 耶稣 我爱你 我属于你 我属于你 耶稣 希望我们深信 我们属于耶稣将生命给耶稣是最上算的 神就会保守神的喜悦 神知道谁爱他 神就会祝福我们的生命 神就会提升我们的生命 那些越是要保守自己生命 靠自己的 越是失丧生命 但为耶稣失丧生命 就会得着生命到永远 侯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日子 做一个见证耶稣的人 不要做一个在恐慌区 天天都有恐慌的人 不要做一个软弱区的人 而是做一个影响周围的人 在这个时候 因为很多人回不了聚会 很多人就软弱 靠耶稣帮助我们 亲爱的天父 靠祢经过我们的信心 帮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很多时候回不了聚会的时候 坚决地倚靠耶稣 坚决地扔着耶稣 信靠耶稣 求主保守每个顶姐妹 从主得灵 起死回生 不要惊讶 不要惧怕 祈祷奉主耶稣的生命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子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任何的饮食 今天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跳来凶岳 因为国度权备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们 愿主耶稣 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尝要你每一个同在 坚固你的信心 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站稳 靠着耶稣站得稳 并且荣耀耶稣 靠着耶稣放下自己的生命 一粒墨子 不落在地上死了 刑得一粒 落在地上死了 就寄出很多子粒 愿主祝福大家 保守大家 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耶稣与你同在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尔文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